今天是大联盟历史赛最后一天 天使日记投打二刀流大谷祥平创纪录之旅再添一笔 他登板先发面对运动家 小事伸手投五局 送出六次三振11分退场 最后天使2比3输球 大谷虽然承担败投 但又写下了一项大联盟历史记录 就是成为史上第一位在打击 投球同时都达成规定打席与投球局数目标的球员 大谷祥平本季以投手身份先发28场 投166局 投球上交出15胜9败 放异率2.33成绩 打者身份出赛157场 累计666个打席数 有打击率2成73 348拳雷打 95打点与11次倒雷成功的成绩 他的夺三振219次 在大联盟投手群排名第6 胜场数并列第8 拳雷打则并列第11 几项数据都排庆前15 也是大联盟第一人 大谷祥表示 正常来说他不会在意这些数据 只是觉得有机会达成 还是想试试看 自己也在这样过程中学到很多 先前 他已经成为大联盟史上首位单季 至少达成10胜30后的球员 此外三天前 与天使队签下一年3000万美元合约 则是第一位尚未成为自由球员 就获得3000万美元年薪的选手 大联盟例行赛结束 台湾时间8号起将展开季后赛 首轮有8队将进行三战两胜制的 外卡系列赛 人间福报综合报导